曼谷著名旅游景点之一的恰都恰跳躁市场1号发生火灾 火势蔓延迅速导致16个摊位被大火烧毁 初步估计经济损失达500万株 火警发生后 当地警方立即通知消防员赶赴现场灭火 经过半个小时左右 火势终于被完全控制住 不过仍有16个摊位被大火烧毁 由于火灾发生于凌晨 因此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目前警方已将火警源头锁定在市场C区一至二项 但未能够确定具体摊位 警方表示 需带有关单位的化验报告出炉后才能够下定论 炸都炸市场管理人透露 失火点位于C区 主要出售家具 布料 灯罩等商品 虽然自己和警方也未能完全确定火警的源头位置 但他推测应该是编号156至157这两个摊位 该管理人员还指出 为更有效率的管理市场内所有的摊位 相关单位也安排在本年10月租约届满后 届时将强迫续约的小贩购买保险 以免发生类似事故后 管理单位及小贩本人蒙受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大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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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致